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1928年 受中共中央派遣住苏联学习918 事变后回国 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时任东北抗连第五军军长 1955年 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连日来 日军接连遭受东北抗连部队的打击 伤亡很大 尤其在王府港吃了败仗 使日军恼羞承诺 出动大量兵力到处寻找东北抗连队伍的踪迹 日军部队长黑石 接到发现抗连部队的情报后 率领五百余人的骑兵部队杀气腾腾的追了上来 此时 周宝中正要给日军一个下马威 他们早早地来到了一个叫做武道港的地方部署战斗 武道港是通往化南线的一个地势不高的小山岗 道路的两侧是杂草茂盛 树木丛生 而且山坡非常陡峭 所以 应该说是进可攻 退可守 非常理想的打伏击战的一个战场 然而 当周宝中和战士们设好伏击阵地后 日军却在武道港停止了前进 原来 狡猾的日军发现武道港地势险要 为了刺探情况 黑石命令部队向港上开火 但是周宝中识破了敌人是在火力侦查 果然 没见什么动静的日军开始继续前进 周宝中一声令下 击枪 步枪 手榴弹一起开火 火力非常的猛烈 把日军打猛了 军头撞下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大片人歪膝扭发的 都死在公路上了 重了埋伏的日军气急败坏地 用机枪和小山炮射击 而事先埋伏在武道港南北山头上的东北抗连战士 停戒居高临下的地形 从三面向日军射击 日军纷纷倒地 从8月21日上午10点开始 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钟 战斗非常激烈 近六个小时面对强敌 周宝中和第五军将士们运用致谋 别微不惧 最终 用骑兵包围了撤退的日军 完成了一场的歼战 在这次武道港战斗中 周宝中的第五军兼灭日军 一共是370多人 伤50多人 而且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弹药 应该说 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的伏击战的光辉战 力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大大振奋了东北地区 甚至全国的抗日的士气 明天请继续关注湖北卫士大建立《八女投江》 东北抗连史上悲壮一幕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